這條數怎麼做呢? 同圖章 即是x軸相交 它沒有說是1點還是2點 所以delta是大過或者等於0 delta不是等於0 是delta大過0 這兩個合在一起 所以delta大過或者0 其實它還未整理到這個樣子 ax2次加bx加c 你要先乘開 5y對9 x2次 這裡是-2x加1 這裡 x2次-2x加1 你不懂就用 x-1乘x-1 慢慢乘開 你會出到 或者你用公式 a2次-2ab加b2次 x2次-2乘x 乘1加1 12次 你會出到這個 OK 好 這個就是9x2次-18 x加9-m-6 這兩個9-6就合體了 變成3 3-m 所以 換言之 現在 現在 這個是a 是9 b是-18 而c 就是3-m 然後delta 大過或者都要0 b2次-4ac 大過都要0 這個 18-2次可以調去 就-26 大概等於-18-2次 這是整18-2次來的 好 脆過來 3-m 小的 也要-18 2次-2-36 除負數 要跌不等符號 OK 好 那這裡就是3-m 小的等於 這裡就是-18 乘-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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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乘-16 伏-m 9-3 乘-m 就是6 那-m 就大過 話說也要6除負1 你要想成 大概也要負6 所以 最小值 m的最小值就是負6 這個就是MinimumValueOfMIsFloat 這次是MinimumValueOfMIsFloat